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7月31号 我们又来原始森林徒步了 看一下我周围的环境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原始森林的下午茶 请看一下我们备了多重的东西爬路 太辛苦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在这里 还有一个在这 还没拿完还要再拿一次呢 我们的游客徒步完原始森林之后呢 就会来到这样的一片大草坪 这就是我们做下午茶的地方 美吗 看看 还有一群牛看着我们 等一下 搭起来了给大家看效果 那在我的身后 就是今天我为客人准备的野色下午茶 你们期待吗 跟我一起过来看看吧 是不是很有感觉 东西还没有上 我们要等客人来之前 才会把我们的甜品放上去 等一下给大家拍照片拍视频 等待客人的时候 看着草坪羊群 整个人都被治愈了 这个是我们为客人准备的下午茶 是我们的甜点是亲手做的 客人到了之后我非常的开心 接下来我带大家看看 采菌子是怎么采的吧 这里看到一个 看到没 露碎了吗 拔的感觉好好玩 这是完整的 再看看有没有别的 这里看到一个 你们看到了吗 长得跟木头很像 不一样的品种 这个还有没有 那有大 看这个 多不认识 看看能不能把它拔掉 哇 那有毒 这就不采了吧 把拍子撕 原始森林里面都会吃到的一个 云南特色菜叫凉拌树皮 然后水泡一下还蛮Q弹的凉拌的时候 我们这个原始森林里面 基本上每棵树上都能挖下这个树皮来 原始森林里面到处都是这样的树 只有它的空气质量达到一定的标准才会长这个 然后我们整片原始森林里面都有这样子的树斧子 到处都可以看到 说明我们的空气质量含氧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来给你们看看长在树干上的迷你小蘑菇 就像你们做的那个微景观一样 但它是真的 它不是假的哦 好漂亮 小人国吧 我是多一点旅行创始人丢丢 如果你喜欢 记得来找我们预定这个行程哦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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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